好 各位觀眾 昨天民主李正浩 在臉書PO出了一篇貼文 那內容指出 這個新北市議長蔣根煌和侯友宜 還有劍商三個人在新莊來炒地皮 疑似為了圖利自己 但是昨天這個蔣根煌已經喊告 那麼今天下午兩點 他更是跟侯伴的人員 正式來到北檢來按鈴申告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選舉已經剩下九天了 但李正浩這邊貼文 不僅內容沒有查證 而且還可能影響到選情 所以他們今天正式來到臺北地検署 來進行提告 現在看一段稍稍訪問 他就亂亂講話 因為這個土地很小的巷子 也沒有兩三名 對不對 直接那個坪數 幾十坪要炒這個土地 有必要嗎 要炒地面炒幾百坪 幾千坪 那幾十坪的土地是怎麼炒 你們跟我說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 對不對 他現在跟你弄一弄 你跟他拒絕幾十天沒了 他的目的達到了 對不對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大家 我跟全場 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抹黑抹紅而已 好 目的天啊 蔣跟黃其實是相當的憤怒 因為他認為整件事情 根本不關他的事 他甚至痛批 李正浩根本是在胡說八道 因為他認為 這要炒 就炒大一點地 這麼一點點地 到底要炒什麼 而且他認為 其實選舉已經剩不到九天 李正浩這樣的行為 甚至可能觸犯了意圖使人 不當選這樣的一個嫌疑 所以他今天下午 也跟侯班的人員 來到台北地檢署 來正式對李正浩來進行提告 希望在選前 這不到一點點的時間 能夠透過提告這樣的方式 來遏解這樣的謠言歪瘋